凉了会不会死啊 没事拿出来就行了 这个叫UFO 小饼 是 小饼 是 C点糖 大家晚上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箱分享视频 吃糖果食吃片 然后呢 因为我的视频都是晚上大半夜录的 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然后我的糖果食吃也得是大半夜吃 所以今天为了减轻我的这个罪恶感 我请了我的老公一起来变我录这一集 哈喽 你要介绍一下你今天感觉吃完 喝了又要吃 你平常喜欢吃的 糖果吗 平常不太喜欢吃糖果 那你看这些里面你比较想先吃哪个呢 先吃一个 先吃一个巧克力了 巧克力啊 这里面只有一个巧克力 是这个 蜂蜗巧克力了 然后这个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包在一个干冰里面 因为这个比较八花 但是我现在看不太随意的这个状况 它已经是一朵的了 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已经花了 大家看一下 准备那个小剪刀 我看一下能不能拿出来 这个是外面包了巧克力 然后里面是那种蜂蜗糖的 我先试试吃一下 你不是晚上不能吃东西吗 我先试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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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你咬一口就要笑吗 咬一口就要笑吗 咬一口 咬一口 好吃吗 好吃吗 可以 稍微有点咬 哈哈哈 看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 就是里面这个蜂蜗的声音 我怎么感觉不是很腰 可能是外面的巧克力腰 哦 因为我刚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这个在嘴里有一点那种融化了的自然烂的声音 有声音吗 有声音 哦 因为这个麦克风的间听都在我这 所以它不太能听到 我觉得里面那个蜂蜗 会比外面巧克力好吃 巧克力太甜了 然后下一个吧 那下一个我们挑一个吧 这里面有一种 我觉得比较奇妙的一个 就是这个 面花包包汤 然后它有很多种口味的 面花汤变成包包汤 上面写的 我在网上看到它的那个照片呢 就是长的像 一块面花的 这个样子 怎么玩 玩 你要玩吗 怎么玩 先撕一下吃吃 这整个就是一个比较精英的汤 我现在就在学你你知道吗 我不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 就感觉是 馒头 馒头 像馒头吗 它的那个口感应该就是 这个可以腌吗 有点像泡泡汤 这就是泡泡汤 对 不能腌吗 我刚才说半天了 我腌了 你腌了 真的 我刚才说半天了 我以为是棉花汤我腌了好多 不能腌 好吧 你们也感觉它很有嚼劲吗 行 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吃起来 也像是 棉花汤跟包包汤 粘在一起 就是一开始嚼的时候 是棉花汤的口感 然后到后面 嚼到后面 只剩下包包汤 比较紧的一段 太少 你说我 嗯 没事 颜色会不会死 没事拿出来就行了 然后直到最后 你的嘴里都会生一颗 能够大的包包汤 我看你嘴里的包包汤有多大 OD 肚子办会不会 帮我看 没事给你打个马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要吹包包吗 可以吹啊 它需要再教语啊 这个北京的声音是我家口最河水的声音 行 我觉得我吃的差不多 你吓死我了 你是不是不太会追我的 这个不好吃这个太容易被啪了 我证一下哦 人家已经说了面花泡泡的 我听不见你说话的声音 那咱们继续吧 然后另外一个我还比较想试的就是这个档 它看起来就是非常好听的样子 这个袋子上甚至写了ASMR 但是它剩下的字是阿玛的 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我先控制一下自己 一个很浓的香精味道 就这样子 真的稍微有点割牙 一会儿要去吃 真的稍微有点割牙 嗯 嗯 感觉腰子 还是有点疼 是那种不是特别有嚼劲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特别有嚼劲的那种软烫 就像是QQ档的那种 但是这个 嗯 味道还可以吧 但是我要是平时自己吃的话 应该不会选这个 因为它外面那个糖豆 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看 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 我觉得挺好吃的 那你然后再来一个 可以最后来一个排行榜 行 要不然你挑一个吧 来这个吧 来这个棍子 这个棍子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比较好吃的一个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吧 没事 要不然你先读 你先讲 我给你讲个冷笑话 哈利波特最喜欢什么面包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的 我应该知道 为什么 他喜欢吃法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铁石圈还这样 我不要 铁石圈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他喜欢吃法昆 魔法棒 对 他为什么叫法昆 我不知道 好吧 好啦是因为有一天 就是去环球营厂 不是有卖阿里波特那个魔法棒的吗 然后我就说那个是法昆 然后我就被成效了 这个是草莓奶油味道的 这个是草莓奶油味道的 对 它是奶油加铁的 我刚才也有介绍过 我刚才也有介绍过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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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试一下那个 这个视频 我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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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糖 我觉得 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 不是特别的有嚼劲儿 里面的那个馅儿 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有点像是砂糖的感觉 但是它是奶油味道的 这个很酸的一个糖 怎么着 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个 那个大麦果然好吃一样 这个没那么甜 这里面 还有一种糖 这些也是 不要火 也是火了这儿了吧 就是薄皮糖 也是软糖 然后在外面有一层皮可以剥下来 然后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馅儿 这皮能吃吗 可以吃啊 我刚才 砰太开的样子 不行 然后觉得 但是 不容易 不容易失败 这个味道 我不是特别喜欢吃 但是那个 这个香蕉牛奶味道 感觉皮更好吃 有没有感觉这好几个汤的味道都其实差不多 对 就是香蕉味道还挺重的 其实 不是说你不吃我吃吗 怎么你也一直在吃 我有时候不吃呢 你要吃你 找我那个什么呀 我说的是 请来帮我分担一下这个罪恶感 嗯 好好好 我感觉这个那个很香 感觉也摸不开的呀 这个皮那个上面要剥一点 剥的也不是特别好看吧 这是汤味的吗 感觉像香蕉啊 我觉得是这个芒果香蕉里面有一股香蕉的味道 嗯 嗯 嗯 不太好吃 这个是一个陶子味道的汤 这个里面是单独包装的 嗯 考验向您来做一些触发也好 我们的动作 这是跟我选的吗 对 怎么样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我这边的麦 这个是泡泡汤 这是泡泡汤吗 它是可以撕开一丝丝丝的汤 这个缠点的声音蛮好听 我之前都有把手洗干净 然后也有把这个汤的袋子加干净 因为我想有可能会需要玩一下这些汤 所以就是玩完了吃应该也不会脏 不会脏吧 撕一下试试 这个撕开都没太大声音 它太软了 它太软了 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比较清淡没有那么的重的味道 这个内蒙锅子好香啊 应该做一期就是 汤但是都是大家知道的那种小时候的汤 当然是牛牛软汤吧 牛牛软汤 干嘛也多软汤 什么各种那种 复古大道的那种 感觉这个特别像蟹肉汤 想不想加点醋就点凉泡一下 然后一个 这个叫UFO 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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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一点的 先把玩一下这个台子 好 还真没人认为爆酸 爆酸没能够 有三个不同的味道 苍莓苹果柠檬 爆酸的 你准备好了吗 来了 汤呢 汤在哪呢 没味道 你不爆酸吗 一点味道都没有 为什么 没有特别酸 其实 没有味道 怎么回事 啊 这个有虾 刚才那个没有虾 刚才吃了一个空的底下 有点皮了 然后它里面是那种 汤跟一种酸的东西的一个榨子 但是我觉得特别没有爆酸的感觉 就是成长酸 你来评价一下吧 咱们要不然一个人选出来一个 最喜欢的吧 也不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这里也没有说特别好吃的 你选最好吃的 最喜欢的 我选的话 我也选这个薄薄面花汤 就是我觉得这些汤锅 其实它都是比较黄红的那种汤锅 然后它其实就是感觉东西特别好吃 但是这个面花薄薄的我觉得它 因为不用吃 所以好吃 因为不用吃 它就是比较新奇 然后它的口感会稍微奇特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吃个新鲜还挺好玩的 挺挺好 没有什么别的想说 还有什么想说 我小伙都讲了 行好 那咱们做一个结尾吧 然后一般我跟大家结尾的时候都会 让大家帮我就是留言关注一下 然后我想今天就是我给你谈我一遍 然后你来帮我做一个结尾好了 好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糖果食吃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食指食品 就请你帮我留言 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你打开这个样子 觉得你可以吗 有 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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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关注 点赞 然后是什么 留言 关注 点赞 留言 然后呢 再说一遍 感谢大家的观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请帮我们关注 留言 点赞 谢谢大家的关注 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 晚安 你好 要理解一点 用那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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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